英國時間大約中午 很多觀眾都是曼徹斯特 一定會關心這件事的 就是機場大員 今晚的直播會放回我Youtube 有可能是香港時間晚上 因為Youtube大家知道觀眾的層面 因為會員版大部份都照顧英國觀眾 香港觀眾少了很多很多 基本上你都知道我的做法 但有興趣看會員版的影片 免費60英鎊 105元加址 115元澳幣 或172元歐羅 那你過數的時候你會寫回你的電郵 我會處理的 無論是新舊人都是 舊人我都會得到你的信用卡 請我喝咖啡 對呀 用剛才的圖件也可以請我喝咖啡 加拿大那些 E-Transword 所以我的電郵是可以的 E-mail address 另外就給了A小弟 A小弟 Manchester 機場大院 不是第一次 如果是英國機場大院 不是第一次 之前 你記得八名漢也是機場 一和足 這個就是 就是整個系統性問題 制度問題 而不是 純粹是個別機場管理問題 就是整個英國制度的問題 我不會說英國是天堂的 如果我說英國是天堂的話 那我也不會留在歐洲那麼久 歐洲有很大的問題 德國最經典的就是德鐵 在歐洲國家盃之後 全歐洲都驚訝 為什麼德鐵可以這麼壓實 為什麼可以壓實到這個地步 真的 那些車 這幾三個小時 可以沒有交代 那些英國人 忠於明 真的 英格蘭人 竟然沒有拆了德鐵的車站 我已經覺得 已經很好脾氣 已經進步了很多 英國 英格蘭人的脾氣 已經進步了很多很多 因為以前應該拆了德鐵的車站 最後沒有這件事發生過 暫時沒有 但是你看回 之前有八明漢 八明漢機場人大約 這一次就是曼徹斯特 最好是兩年發生的 都是今年發生的 也是今年的發生的 八明漢也是把我調整 了 今次就輪到 曼徹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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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八明漢大約很多 因為曼徹斯特 是不英格蘭的 運輸屋 如果不英格蘭 如果你不想用HIVO,你最好的選擇就是曼徹斯特 當然有些人說,Gedwick都可以 當然你可以選擇Gedwick,問題都是在倫敦 人家在南英格蘭的機場 不是在北英格蘭出現的事情 以此而言是這個問題 曼徹斯特機場大院這次的表面是電液系統故障 其實就是很多維修管理的東西 你說電液出問題,當然我知道電液出問題 這個問題是你不應該電液出問題 因為上次的白明漢也是電液出事的 又是PowerCut 白明漢也是PowerCut的 其實這件事不是很久的,白明漢的單 Don't come to airport warning at the flight delays or cancel 那時是金不是很久的事來的 白明漢那單不是很久的事來的 那單就是那單 即是白明漢的 即是白明漢都是 失了在一個 甚至你說近來,白明漢機場 都還是有很多混亂的東西 OK? 都還是有混亂的東西 都還沒記起 100%的限制限制 這些混亂的東西 OK? 即是白明漢的人排了大隊 已經被人吵爆了 即是Bank Holiday Charge 除了機場本身 之前英國的E機 全國大院 E機全國大院就真是大件事 因為E機全國大院的話 當然BNO的持續員暫時沒有用到E機服務 但是對英國公民的 現在就10個有9個都用E機 EU Citizen都是 10個有9個都用E機 EU Citizen就 你不要Stamp的話就用E機的 你想一下 你 你想一下英國 由Home Office的E機 到白明漢機場 到Linchester機場 全部都可以出去玩 都是出現混亂 那這件事就一定是 是一個系統制度的問題 系統制度的問題 大家就會問一件事 系統制度問題來自哪裏 我從來不是說英國是天堂的 但是香港太危險 如果不是香港太危險 我想不是那麼多人選擇英國 所以我經常跟一些英國人說 你不用擔心派BEC給香港人 香港一恢復正常 我也擔心是怎樣 香港歸英之後 整堆英國人都會來香港 然後我不知道在香港 搞不搞 Immigration Control 就是Immigration Control 就是OVER British Citizen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是有可能的 因為你英國人 這個世界是火給三家 就算英國人 但是Language Barrier 不敢過來歐陸 如果敢過來歐陸 我想英國很幸運 他的帝國剩餘 能夠幫他撐到很多東西 如果不是 英國人才流失的情況很嚴重 在歐盟的時候 你說真的脫歐的 其中一個原因 不是因為Feed Out Movement 但是在東歐人進入英國 你過了十年八歲就知道 是隨時英國人 帶來歐盟的時候 造成的人材流失是很嚴重的 那個是隨時萬劫不復的 這個是部份Britzetta的擔憂 我知道 好了 但是問題來 第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會搞這樣 OK 由EG到Bankham 到Manchester 英國人做事的心態是有事的 我會說 我想在香港 我想英國人是很愛香港人的 我認識的一些 有些人都會說 我愛香港人很愛香港人 我愛香港人很愛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人在這裏 他們這樣說 效率就跟他們擺了一個 講英文的德國人差不多 那些舊德國人 不是現在的德國人 當然香港人是古板的 有些是古板的 很大塊的 但是呢 你香港人擺在這裏 你就不會出什麼 香港人擺在這裏 就不會出事 不會出什麼大事 這是真的 總之你動著那個香港人在這裏 那些事情會很快搞定 不會有什麼意外 不會有什麼的 這個是整件事最 就是對英國人 最驚訝的地方 近年英國做事 我想這個都近十幾年的認知 但是呢 英國人做事有時候 因為那個 可能工資 可能稅制 什麼都會 他變成那些人 很多人還會追求 Excellence 很多人不追求Excellence 這樣就出事 如果在航空這個行業 就會出事 一定會出事 例如說 一般行業 大家都很包容 大家都很包容 你有什麼流流 大家都很包容 但是在航空這個行業 就沒有這件事發生 航空是不容許這些 航空是有一點點錯 就立刻 就一定是 你說去寧遠行業 那件事停止了 不動 我都不會繼續去的 因為你一有意外 我們沒有人背得起 航空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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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 通常出事的位置 都是機場 因為我有一點點事 我不會容忍錯誤 我有一點點事 出事 我就直接 我直接 九千年人出 我直接解僱 我不會讓他這樣玩 英國 英國 英國是這樣的 英國 所以英國 不要出事 英國 你說 舊一脫的 英國人 我覺得 在殖民地 認識的英國人 多數 第一 他們肯出去闖的 已經是比較精英 OK 是精英 基本上都是 去外面闖的 但是第二 就是 殖民地那一批 是有心的 就是他們有些 是對英國失望的 接著就過來香港 他們是有心經營的 二次大戰之後的 英國的殖民地 那些官員的心態 是很不同的 要不然你不會搞出 香港共和國出來的 就是為什麼 英國的文件 一直說 為什麼 SCO出來 這些人 為什麼那些人 搞到香港共和國 經常和裁共 這些人 沒有 做事的心態 那個問題 你的心態 你追求 Excellence 那些是不同的 那些 你看到以前 香港那些 就算是英銳的官員 個個都可以 第一 他們本來有些 就是牛劍的 但是另一方面 他們其實做事 是沒有心的 是很重要的 都說 因為香港人工高 人工高 都不是什麼關係 他們打英國稅的 大哥 人工高就怎麼辦 沒什麼好處的 你看到英國的官 如果不回到英國的 如果去英國的官 如果去英國的官 那些 通常都很低調 很低調 因為英國的歲數 他們不會容許他們 太奢華的生活 應該是不會的 喂 大哥 所以有些 留在香港的選擇 那些 有些 有些覺得 甚至是被英國人 壓著 比如盧維斯 那些 你選擇留在香港 就直接變成中國人 你覺得盧維斯會變成中國人 這也不是完全沒有解 有些解 那些是有些解 當然他們決定是錯誤的 他們看不清中國 中國就是什麼 我也是說過 前面卡拉拉 後面 D L L M D L L M 是一種大語言模式的東西 所以你說Manchester 機場大環境 其中一件事 我想是英國人 怎樣做事 有回心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如果你無法解決 這件事 會重複又重複 而且遲早起伏 又來一和 遲早就 這是重要的時間 正如你得鐵的問題 你解決不了得鐵 差不多共鋒斷的問題 你是不能搞得鐵 但是你怎樣令得鐵 有競爭也有問題 因為德國的鐵路網 是高度飽和的 OK 有些人說 因為德國要養棄車公司 我又不是這樣看的 德國的 譬如你要把鐵路拉直 做客運專線那些 你不要說那麼容易 但你那些 環境評估那些 逐個鎮和你爭 但我和日本的生鋼線 那些爭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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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荒謬車站 例如說 林布斯沙特 那些荒謬車站 真是有爭吼 英国是另一样的 英国在某程度上是需要 英国是需要怎样去令人更加有 有些人都很有心做事的 有的,NHS也有的 但是国民整体来说 太多渣烙烫的事发生不行 很难跟Brisis之后是欧洲竞争的 欧洲当然是德国有它的问题 欧洲人有些是交的地方 有些是交的,纯粹是交的 但是有时他们做事有心气气的时候 竞争是起来的 没有人讨论香港人 除了移民的事之外 没有人不欢迎香港人 因为香港人和某个程度 有一个香港人在动起你面前 你其实是帮了他的 因为至少一些东西是正常的 至少一些东西是正常的 这是很多人的comment 告诉我听的comment 至少一些东西是正常的 这是一如如期的 这是很重要的 好,接着 另一样东西 其实另一样东西 也有关的 人手不够 以前呢 英国还在Brisis之前 为什么你不会觉得 那么多古人精怪的东西 有时有些东西就是 是欧洲的人 例如做电工的做律运营 英国做电工的那些 是不够人的 在Brisis之前是怎么办的 通常是怎么办的 有些比较大型的工程 有不坏的工程是怎么办的 就召唤德国公司 德国和英国之间 飞机票不贵的 真的要付一些飞机票 酒店的钱 你多付一些就行 然后整对德国人 德国人说会讲英文的 你不用怕 那些不是只说英文的德国人 那些只说德国人 是真正英文的 德国做电工的东西是很棒的 一天就找对博安人 通常都找德国人 因为德国电工的东西 就没养过 你知道德国人 人人间屋都是400V 三双四线电 你知道这是什么国家 一般家居就是三双四线电 每个都是一间屋都是 就找对德国人去英国 找对德国人去英国 那些重要的工程 但是德国人就没有养过 所以你看到这些 通常是坏的 都是坏力的 通常是坏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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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坏力的 坏力的坏力的坏力 就是坏力的坏力 所以坏力的坏力的坏力 就是英国的坏力的坏力 那些坏力的坏力 那些坏力的坏力 那些坏力也没有办法 用欧洲国家去补足 因为欧洲国家的坏力 都是坏力的坏力的坏力 都是坏力的坏力的坏力 那些坏力的坏力 都是坏力的坏力的坏力 但是至少如果是电工 那些东西 通常是坏力的坏力 通常是坏力的坏力 那些欧洲大陆的墨价 是没有英国那么高的 尤其是德国墨价 特别在德国的墨价是低一截的 明顯的 而且他们可以买一些 德国的电工具 那些带来过去的 那他们弄就是一定可以的 哇 Ather Brissett也不大了 你没有了欧陆的支援 你人手又不足 然后就剩下那些人 那些态度不知又不知 結果就很青年幻相撞 是這樣的 當然歐陸也沒有以前那麼容易顧英國 因為歐陸自己的人生不夠 但以前歐陸的傢伙在這裏 怎麼都不會太醜 歐陸的傢伙在這裏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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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 為甚麼? 其實歐陸的傢伙也有過程 但 今時今日 即是今時今日 歐陸幫你 歐陸幫你也很困難 因為他一定是要我的工作博士 除非他在Brisid之前已經做過 Cross Border 那些叫做Frontier Workers 否則現在他們也幫不了你的 勾勞那些帮忙 那你结果就搞事了 人手本来已经不够了 有些香港人在这里已经好了不少了 但是问题是你大工程那些 你哪有这么多人啊 大工程那些 因为英国德国加上的团队 哪有不够啊 那不就死了 当然德国也不少了 过英国这样抽人走 因为你的钱英国出得好一点 那些钱 有时在德国有些工程 就转到德国不够人的 那些东西是德国人沽航的 那结果就怎样 有些工程在自己做好 德国工程自己就不出名 有一个问题是德国的 德国有自己的系统问题 但是英国的系统问题就是 你本身 你Britzic之前没有去培养 相应那么多的人 或者你是一刀切了 那个飞行动 你其实要保留飞行动 单纯让老人家去西班牙 退休度假 你保留飞行动 那些东西是怎样的呢 有些东西在英国 仍然不够人手 你没有的 就这样剪掉它 你剪掉它 你剪掉它会被炒的 大哥 你依赖了欧陆五十年 你突然间剪掉的 我说 那些人有阵通 有阵通 就是我的机场来玩的 你没有机场或者这些 虚拟服务 这个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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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是有事的 基本上 所以你说 为什么Britzic之前有这么多这些东西 Britzic之前没有听过这么多 没有啊 你Covid之后究竟有了 明显Covid之后 Covid之后少了多少 Covid之后的生产疫 低了很多 全世界都是低了很多 Covid之后是 但是跟疫苗没有关 不要跟我说什么疫苗问题 那些热狗 我觉得热狗是一帮妖言惑众的人 就是 你疫苗的问题 你不如说是病毒的问题 是不是 那为什么你不怪习近平 我觉得是有事的 那些热狗是很有事的 牛症这些人是很有事的 到今天我也是这么说的 这些人 为什么Facebook不动它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这些人是违反Facebook的 community standard 对吧 你问我 如何看今时今日之后的英国 是怎么样 有时间去执行 你Brissey之后的英国 你两条路 Brissey之后的英国 一是你英国培养 Equipment to Outwork的水中人才 新伟成突然间说 说 那些人不用读大学的 他想考考同制度 其实他想学德国 OK 因为德国很多人 是很迟先的大学 degree的 因为你知道德国很多分流的 德国的教育制度 好多的是读 Grammar School 还是读所谓的 一些普通的学校 OK 接着有些是他的大学位 甚至是博士学位 是经过学徒 一样第二声第二声上去 所以有些人 你可以 他20-30岁到大学位 没有大学位 30多岁到40多岁到大学位 接着可能到50岁到博士学位 真是一个中心学习过程 这是和德国的 奥斯比同有关的 学徒制度 玩法有关的 英国想学这一套 德国的学徒制度 是和他的产业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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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你会拆开一叠 你有没有这种事情 应该是在英国培养自己的人 但是 甚至叫一些我跟Alarons的人出来做事 这是第一条 但这不是短期我们可以做的 要么就是 你暂时 改变对Feeddown Movement的一刀刺政策 你是缓步 当然是大家对等的 缓步 去 Cut off Feeddown Movement 或者将Feeddown Movement 不要去到一刀刺 你是保留部分的Feeddown Movement 一来就令到 纵使Brissey之后 这些年轻人有机会在欧洲开发 你见到欧洲国家 为何特别和德国的Fans 其实那是一个抗议 那是要告诉联合王国英格 英格党的朋友 我是要留在欧洲的 如果你不让我回到欧洲 我真的要走 是很好的 斯克兰一直都是这样的 现在暂时没有斯克兰 的孤星 但是问题就是 After January Reaction之后 如果你工党搞不定 和欧洲的关系的话 或者斯克兰一定会再叫走 一定会再叫走 一定会再叫走 很友善的 很亲欧的 跟英格党的一个对照组 这样做的 那件事是很严重的 其实是很严重的 这是足球政治的一种 我想是一般人没有察觉的 因为很多欧洲传媒是 狂暴斯克兰的粉丝很棒 斯克兰的那些人是有 你看到的膚色 就是你要 从某个程度上 你要解决这种问题 你是 保留部分非洲行动 你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是不足够人 做一些 维持英国的系统可靠性的话 你就要这样做 要不然这些问题 你会一直继续爆下去 甚至我怀疑 有些政客是怎样 由得这件事情爆下去 爆到你这些英格人 接受回 恢复非洲行动为止 因为你要解决这些问题 你怎样要 非洲行动 大家不明白 英国人 透过欧盟这个机制 在享受 某些方面 是德国水准的服务 很多年 大家不觉得 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不明白 譬如你说 有些东西突然间 英国没有了英国 金融的东西都搞了 欧洲 欧洲搞金融又不行 欧洲搞金融又不行 重来 搞金融呢 英国人是有它的股票 但英国人搞金融 始终也是比欧洲 欧洲人 欧洲人一搞Banking 的东西 就 欧盟基本上是 每个国家互相补足的 系统 你用这个看来 你就不会脱欧 所以Nia Farage 我经常被人说 这个人是英国家的金融 所以 Full Labor Full Reform Gat Labor 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企图 好了 这一集我说到这里 总之 请小弟喝咖啡 要订会员版 就继续 还有 给小弟 下一集可能是Live Full Labor 下集 那么香港时间 说得怎样做 OK